记者李雅文新北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今天上午宣布增涉扩编发言人群,不分区立委增明宗、柯志恩加入竞选团队,担任副总干事兼发言人。 侯友宜今天下午到访淡水区时表示,这是因因新北市有中央议题需要立委代为发声,支援连结,一起将新北市的建设做得更好。 媒体提问竞选办公室本来主打年轻人团队,为什么另又增加立委发言人群? 侯友宜指出,团队主要仍是以年轻人应对外来意见,因为新北市有部分涉及中央议题,希望立委能够对新北市跟中央议题连结上给予支援,两位立委和选办多少有些渊源,那最主要仍是针对中央议题上能给予支援,希望把新北市建设做得更好。 侯友宜提到,设计立法院的中央议题将交由立委发言人,地方一般性发言原则上仍交由年轻伙伴来发言,我们会全力以赴,我们会把角色分工做好。